台湾人的义务是打满3剂以上新冠疫苗 旅游团与健身房的限制很可能只是开始而已 逗号 分享 4.月20 2022 台湾本土新冠疫情风雨欲来 陈时中说整体病例数破百万不是不可能后 我看各种统计已经麻痹了 目前为打3剂疫苗不能参加旅游团与健身房 我2月就打第3剂 因为我知道政府必然这样搞 未来说不定更多 而且台湾打第4剂也不是不可能呢 图片说明 台湾本土新冠疫情在创新高 我在2022年2月19日写下新冠疫苗第三剂不良反应 感受提到我打第3剂的理由就是怕去一些场所受限 我当时也说虽然至今台湾没有对没打疫苗的人有任何限制 但只要对这个国家的形势作风有一点了解 就该明白台湾人的义务是打满3剂以上新冠疫苗 照片说明 我与我妈打了第3剂新冠疫苗 就像之前有照服员感染新冠 最后竟然变成指责她打过颗新疫苗 立伟林静怡就在脸书痛批证明居服员5 6月打了两剂新疫苗1月4日打莫德纳追加剂 她强烈要求居服员及医疗工作相关者 必须完整接种通过台湾紧急授权的疫苗才可以云云 说实在 现在又有哪一种疫苗没有被突破性感染 但是一旦感染就变成患者个人的错 只有打满3剂还感染后才会变成归罪病毒太厉害 尤其现在台湾准备治疗病毒的药不足 看起来要与病毒共存 却又维持戴口罩与实联制 然后政府可以及此装模做 让我做得很好是你们没照顾好自己脱嘴 这种则被感染者是破口或全台湾陪你坐牢的变态思维 如果新冠病毒是死亡率接近百分百的狂犬病毒也罢了 问题是新冠病毒死亡率只有2%上下 连以前台湾流肝死亡接近5000人也没这样大惊小怪呢 附带一提除了认为新冠病毒由蝙蝠传染外 蝙蝠也带有狂犬病毒哦 我带大家复习一下 庄仁祥2007年指出台湾每年约4500人死于流肝 疾管局的报道说 美国NIH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跨国合作研究指出 我国每年估计约有4500人死于流肝 每10万人约有20人死于流肝 相当于我国国人十大死因之第九位 而且死于流肝者有超过80%为65岁以上的老人 该局分析2002年的健保资料 发现因流肝疾病发之肺炎而就诊及住院的患者 已两岁以下的幼儿最多 因此幼儿及老年人一旦感染流肝 最易产生病发症 婴儿住院甚至死亡 省略号 美国NIH于越南河内举行跨国季节性流肝死亡研究 Multinational Influence Assessional Mortality Study 国际研讨会时 一邀请该局战情中心主任庄仁翔博士 前往分享台湾的研究发现 请注意 当时就认为老人与幼儿最危险 为何现在才想到幼儿的疫苗呢 英国早在去年7月就解封 首相强生表示把新冠当流肝自己判断风险 强生还强调人们未来必须学会 像对待流肝一样的与新冠病毒共存 我觉得台湾人实在很奇怪 连中共武统都不怕 一副药战来战天下第一勇 台湾人没再怕 为何死亡率2%的泪流感病毒 就让全台湾怕得要死 总之 我依然认为新冠就是另一种感冒 因为不管是症状或死亡率 新冠都跟感冒半斤八两 说什么后遗症包括脑雾 以前得感冒痊愈后我也头昏过啊 也有人感冒严重到失去味觉 只是那时都没人这样研究 现在 一个跟感冒差不多的病毒验个没完 是人类集体疯狂的表现 但在这个疯狂的世界 大家只能选择一起疯 不然哪天又有什么场合限制 没打第三季的不能进去 别怪政府没先说 要怪自己不懂为什么疯狂的世界 就会发生疯狂的事 Blackjack 2022年4月20日 本土增2386例 比昨增4成成时中 预计疫情会大规模展开 2022年4月20日 2022年4月20日